第296集 挫殺好人 上次說到 我和墨賢聽到背後傳來追兵的叫聲 墨賢也看得很奇怪 他似乎都想不到 為什麼這群人敢追進來死人山 我和墨賢兩個都不敢動 趴在草叢裡 直到後面的腳步聲慢慢消失 墨賢才叫我站起來 然後小小的跟我說 在死人山 有一個巨大的迷宮 只要我們進到迷宮裡 他們就找不到我們了 但我心裏有點擔心 你說這個迷宮如果我們進到去 出不回來 怎麼辦 走了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我實在走不動了 墨賢叫我坐在地上休息一會兒 然後 又吩咐我 脫了一件衣服 拔了一把匕首下來 我好奇怪地看著墨賢 墨賢就說 你不要亂想事 匕首上應該有些古怪 如果不吊掉的話 那群人一定會跟到我們的 我聽墨賢說 脫了一件衣服 拔了一把匕首出來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突然發覺有點不妥 按道理來說 其實現在的我 是靈魂體 我的肉身 還在那部公交車上面 那為什麼作為靈魂體的我 進到山後 還會覺得我 覺得痛呢 我忍不住就問墨賢 墨賢就回答我 你和其他靈魂體不同的 因為一般人 在死了之後 才會出現靈魂體的狀態 但現在你的靈魂體 是沒有死到自己走出來的 所以 無論痛和飢餓 你都會感覺到的 我便嗚了一聲 心想 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 接著我問墨賢 我說 對了墨賢 還有一件事 肥佬 他好像不見了 剛才 在車裡面的那個肥佬 不是他 墨賢聽到這個情況 他眨一眨眼跟我說 如果太陽還沒下山之前 還沒見到肥佬的話 那他可能已經死了 聽到墨賢這樣說 我也是有點傷心的 雖然肥佬是害過我 陷害過我 但是他也救過我 和我一起出生入死過 如果他就這樣死了的話 你說不傷心 他就騙你了 所以我再問墨賢 我說 那你可不可以救回他 其實肥佬 不是那麼壞 他和葉天誠 情長鬼他們完全不同 誰知道墨賢 苦笑著另一另頭跟我說 哼 那麼容易嗎 這個是他的命 其實 肥佬應該一早就死了 是他叔叔救了他 延續了他的命 我都歎了吐氣 心裏覺得好吐 沒錯 如果按照事情的發展 肥佬應該一早就死了 因為他中了黃金面具的詛咒 我又想到 黃金面具的詛咒我都中了 其實我現在走的 就是肥佬走過的路 換句話來說 我都快要死了 我整個人都倒了 墨然很明顯感覺到我的不同 他看著我就說 對了 你不用擔心 我一定會救你的 我一定會幫你 擺脫黃金面具的詛咒 我不會讓我的悲劇 在你身上重演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從頭到尾做的所有事 都是為了救你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幫你解除黃金面具的詛咒 我看著墨然 一字一句地說 但是 為了我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值得嗎 我覺得值得 那他就值得 其實我還有很多事 想問墨然的 但我還未開聲 墨然擺一擺手 問我現在幾點 我望一望天 因為現在我的手機已經跌了 不過 我唯有望天打掛古時間 我跟墨然說 現在大概七八點左右 墨然就說 這樣只剩九個小時 在這九個小時之內 我們一定要找到冰晶雪蓮 我聽到他這樣說 我覺得有點奇怪 又說冰晶雪蓮在黃岩山 這裡哪會有冰晶雪蓮 但我問墨然的時候 墨然的樣子 就變得很奇怪地看著我 他說 不是吧 這裡就是黃岩山 難道那個程掌櫃帶你來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跟你說 我心想 那個死人程掌櫃怎麼會跟我說 不單沒有跟我說 他還騙我 說帶我來這裡 只有出了這裡 才可以再去黃岩山 我慢慢就這樣說 我就一直把我自己經歷的所有事 全部都告訴墨然 墨然聽完之後 就慢慢說了 的確有點古怪 是呀 是呀 程掌櫃帶你來的山頭 是不是從這裡 一路往北走 這座山是北邊 我沒有去過這座山在北的山 程掌櫃之前帶我們去的山頭 都是東邊的 墨然聽完我這樣說 又問我 有誰人跟我們一起來 我就說 除了肥佬之外 還有個和尚仔 我又把之前的事告訴墨然 還說 我為了保住自己的命 殺了那個和尚仔這樣說 誰不知墨然聽完我說之後 就很遺憾地跟我說一句 小燕 你錯殺了好人 我心想 不是吧 怎麼會錯殺好人 那個和尚仔想害我 我才殺他 墨然就嘆了一口氣 慢慢地說 其實 那個和尚仔之所以扮肥佬 是因為怕你不相信他 我聽到你剛才說的事 和你說和尚仔帶你走的方向 他的確在這裡救你 因為 他是帶你向北走的 墨然這個說法 就令我整個人變得好頹喪 我居然殺錯了一個要救我的好人 我真的接受不到這個事實 只不過想了一會 又跟墨然說 不是啊 那個和尚仔 是那個老和尚派來的 老和尚又跟情長鬼這麼熟 他們都是要害我 那那個和尚仔 就不可能是好人了 誰知道墨然 就繼續說了 你是不是不記得了那個老和尚說的說話 我就把老和尚跟我說的說話 全部都說了給墨然知道 當然 有些零零碎碎的 我就可能不記得這麼清楚了 誰知道墨然聽完之後 就一直重覆著那句 墨要惹塵埃 墨要惹塵埃 這句說話 其實那個老和尚不是說給你聽的 是說給那個情長鬼聽的 他要情長鬼 不要再招惹其他人 他之所以派那個和尚仔跟著你一起來 本意應該就是想救你 現在我心裡真的充滿了內疚和後悔 我本來以為 我殺的和尚仔是一個該殺的人 我當時還揚揚得意 覺得自己先下手為強 但小想不到 我居然把一個真心救我的人殺死了 這個時候墨然怕一怕我就說 你也不需要這麼不開心 他不會怪你的 在墨然的安慰之下 我將上了山之後 和尚仔對我的言行舉動 全部告訴墨然 我還將那些 硬成粉的碎樹藤渣 淋了一些出來給墨然看 墨然先看了陣 又聞一聞 然後很肯定地跟我說一句 有毒的 他將粉末倒入一個小水桶裡面 那些粉末一倒進去 那個水桶裡面的水 一聲 飆起了一股煙 然後 全部變成黑色 還不斷地 噗噗噗噗噗地在冒泡 嘩 那些樹根是肥佬給我的 難道他真的想殺我 但是肥佬自己 都吃了一些這些樹根硬成的粉 他有什麼事都沒有 墨然就說 肥佬雖然經常害我們 不過他不會殺你 他還要你幫他辦事 至於這些粉末為什麼會有毒 很有可能是有人從中做了手腳 那不用審了 能夠有本事神不知鬼不覺地落毒的 都是那個情長鬼的 這個時候 我捉住墨然的手又說 對了 墨然 我還有一個想問你 為什麼你會消失了那麼久 這段時間內 你做了什麼來的 我很想念你的 什麼雪兒沒有告訴你嗎 雪兒啊 雪兒只是跟我說 她說你受了傷 一直在那裡療傷 是啊 我是一直在那裡療傷 我是這樣跟雪兒說的 那是誰打傷你的 傷到哪裡 你遲些就會知道是誰打傷我的 現在你知道也沒用 你實力太弱了 就進入不了這個圈子 你知道得太多 反而對你不利 他們會對你動手的 他們 是什麼人 他們 但是墨然呢 就再也不肯跟我說 關於他受傷的事了 只是跟我說 說時機一到 我就自然會知道 究竟墨然所說 死人山裡面的那個迷宮是怎樣的呢 我們進去之後 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可不可以平安地回來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297集 五庫棺材 上次說到 墨然和我 一路說 一路就向前走 墨然說自己這段時間 一直在那裡療傷 但當我問到是誰打傷他的時候 他就不肯再說了 還說知得多對我無益 一路走一會兒 我就發覺 周圍的環境有些不對路 我覺得好像來過這裡那樣的 於是就不自然地退後了兩步 墨然見到我這樣 就回頭問我做什麼事 我把我的感覺告訴墨然 不知道 墨然聽到我這樣說 他也退後兩步 看一看周圍的情況 然後又說 嗯 你說得沒錯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的樹 生得一模一樣的 我立即順著墨然指的方向看過去 是啊 周圍的這些大樹 眨眼看就不覺得 但看清楚一點 似乎他每一條枝丫 每一塊樹葉 每一條樹根 都好像用個帽刻出來一樣 一模一樣的 墨然是示意我 不用大驚小怪 然後拖著我繼續向前走 走得差不多有五六分鐘左右 我發現我們走回到原來的位置 墨然見到這樣 就吩咐我坐下來休息一下 他又跟我說 說我們已經進入了那個迷宮 他還說 剛才我發現 這裡的環境一模一樣的時候 我就懷疑我們已經進入了迷宮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走呢 這次我們走南邊 然後我跟著墨然 向反方向走過去 走了大概幾十步 我就發現 我的腳印有點不對勁 他的形狀慢慢發生了變化 墨然見到我一路看著地下 他也很好奇地走到我身邊 他跟我一看 現在我踩到地下的腳印 居然就不是一個人的腳印 而好像一隻鴨一樣 不過奇怪的就是 這隻鴨的腳印 是跟人的腳印差不多大 墨然就說 你踩上去看看 看看吻不吻口 我一路想 我是人來的嘛 有可能踩出一些鴨的腳印呢 一定是搞錯了的 怎知道腳一放上去 哎呀 那隻腳印 和我的腳 居然是吻合到天衣無縫 不是吧 我是人來的 怎會踩出一些鴨的腳印呢 啊 那些指尖的撲 是怎麼來的啊 但是 墨然就叫我不用怕 他還笑著跟我說 一樣說 朗普說 靜點 可能是有人 暗中做了手腳的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腳印變成咬的腳印的時候 你就轉身向北走 就是這樣 我們轉身走向北 黑旗啊 即刻變成人的腳印 好 那我走了兩步 又換一條路 轉後走向南 一走向南,腳印又立即變成一隻鴨的腳印 就是這樣試了幾次,墨然的臉色也有點難看 他說,看來有些東西,不想我們向南走 墨然說有些東西是甚麼呢?我不知道 因為,這裡只有我和墨然兩個人 但是,找第三者出來真是難上加難 接著我和墨然說,是這樣的話,我怎麼走哪邊呢? 你說走哪,我就走哪 墨然就沒有出聲,她的臉色變得很嚴肅 只見她在袋裏頭,塗了三樣東西出來 分別是衣紙、蠟燭、還有一把木劍 墨然將這三樣東西放在地上 然後,咬穿自己的手指,將鮮血滴在三樣東西上 接著,嘴角微微動動,好像在念咒語一樣 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之間覺得全身都冰冰 周圍的氣溫,好像下降了幾度那樣 然後墨然,有點開心地說一句,行了 我不明白墨然感覺是甚麼意思 於是就看著她,墨然指一指地下 我才發現,她放在地上的衣紙 不知道甚麼時候,突然之間燒著了 然後,在我們面前,就出現了很多小腳印 看到這些腳印出現,墨然就明顯鬆了一口氣 她就跟我說,好吧,我們跟著這些腳印向前走 這些小腳印真的很小顆 可能只有腳趾弓那麼大 不過,在地面上留下的痕跡很深 我就很好奇地墨然說,她要帶我們去哪裡 等著你就知道了,她收得我的錢 一定會帶我們離開這裡 那我就沒有再追問了 而是跟墨然一起,跟著這些腳印 一路走,我一路留意周圍的情況 突然間,這些腳印消失在山洞面前 墨然就立即跟我說,好,我們進去 然後就牽著我,鑽進山洞 一進去,我就覺得周圍的氣溫變得更加低了 我整個人連續打了幾個冷陣 然後我有種感覺,就在這個山洞裡面 似乎有些東西一直看著我一樣 我走多兩步,這種感覺就更加強烈 而且看著我那樣東西,好像就在我身後 我忍著自己的衝動,慢慢跟自己說 不要轉頭,不要轉頭 因為之前的那麼多次力險 我都知道,如果進到這些地方 茂茂然轉頭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其他東西潛上 這個道理呢 無論是茂然還是肥老老老老 都或多或少跟我說過 到現在,我都幾乎會背得出來 就是這樣,我就不出聲 一直沿著山洞向前走 走了兩步,我又看到那些很小的腳印再次出現了 就是這樣,我跟茂然跟著腳印一路走 這個山洞真的挺長的 我們走了一段路 茂然突然之間就跟我說 叫我擔高頭看看頭頂 我聽他說擔高頭吧 一看就嚇一跳 原來在頭頂上面 掛著了五座縮水板的棺材 為什麼縮水板呢 因為它很小 不認真看,真的不會發現 而且他們的顏色都很古怪 前面三座是黑白色的 另外兩座是紅色的 茂然就叫我蹲下 然後騎著我駁馬 要我抬高它 我聽他說抬高了它 茂然就伸手 把那些縮水就真板的棺材一個個拿下來 說來又奇 當茂然把這些棺材拿下來的時候 我看到地上的小腳印 突然之間就多了很多個 茂然就撞一撞我 叫我打開那些棺材看一下 我立即打開第一座 第一座棺材裡面裝著的 就是一個就真板的和尚仔 這個場景的確震撼了我 因為這個和尚仔的樣子 和水角那絲淡淡的微笑都一模一樣 而這個就真宿水版的和尚仔 心口上面的匕首都還插在那裡 然後茂然就叫我打開第二座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 找著心裡面緊張的情緒 打開了第二個呢 第二個棺材裡面裝著的 是一個老坑 看真一些呢 是情長鬼 當然都是縮水就真板的 情長鬼的背後 有一把長劍 由背鎚插入 在心口裡刺出來 然後茂然就叫我打開第三座 第三座棺材裡面裝著的人 是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男人 他整面鬍鬆,死狀很奇怪 雙眼睛得很大 在頸上有很深的膠痕 好像是被人勒死的 而且樣子是死不眼閉的 當我開了第三副棺材的時候 默然的面色已經變得很白 也很害怕 他吞了兩口水 再壓低聲音跟我說 吃下兩副 打開他 我看一看他 默然向我點一點頭 於是我打開了第四個縮水板棺材 這個棺材裡面裝著的 居然是肥佬 我手都震了 有什麼可能啊 怎麼是他呢 只見躺在棺材裡面的這個縮水板肥佬 他樣子很奇怪的 好像在那裡笑 又好像在那裡承受極大的痛苦一樣 用現在很常用的一句說話來說 就是痛命快樂著 我還想打開最後一副棺材 但這個時候默然制止了我 他說 不要開了 然後 我還沒反應過來 默然搶過第五個棺材 裝在自己的袋子裡 我就問他 不是啊 前面四個打開了 為什麼第五個不開呢 我也不知道裡面裝著的是誰 默然看著我就說 你有沒有發現 你五副棺材 是暗示著死亡嗎 為什麼默然會這樣說呢 你五副棺材怎樣暗示著死亡呢 第五副棺材裡面裝著的又是誰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二百九十八集 古怪迷宮 上次說到 默然拿著我頭頂掛著的那五副就真棺材下來 我一副副打開 裡面裝著的是不同的就真版縮水人 包括了和尚仔 情長鬼 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和肥佬 但是當我想打開第五個的時候 默然就把第五個棺材 收入自己的袋子 還跟我說 說不用看了 我當然覺得很奇怪 就問他 都開了四個了 為什麼不開第五個呢 默然就說 你有沒有發現這五個棺材 是暗示著死亡呢 第一個裡面裝著和尚仔 他已經死了 所以他棺材排第一位 在死人用品當中 用得最多的顏色 是黑色 和白色 所以他的棺材 就是黑白色的 我心想 對呀 對呀 默然說得有幾個道理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 第二個棺材裝的是 情長鬼 情長鬼明明未死的 剛剛還和默然打了場 那為什麼會用黑色的棺材 裝著他呢 我把自己的懷疑 告訴默然 但是默然就說 你有沒有想過 你看到那個情長鬼 可能已經死了 我心想 不是呀 如果情長鬼已經死了的話 那他的棺材 就應該排在和尚仔的前面 我又把自己的推斷告訴默然 默然想了一陣子就說 那也有可能 他是在你殺死和尚仔之後死的 還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我們也猜錯了 這些棺材的擺放順序 並不是他們的死亡順序 講到這裡 默然呢 停了一停 然後 他對著地上的腳印仔 就開始說了 那第三副棺材裡面 裝的那個人 是不是你呀 默然話音剛落 地下的腳印仔 憑空多了很多出來 默然呢 就在地上撿起一支木棍 然後 將腳印仔的位置 慢慢地連起來 居然連成了一個字 這個字 是一個 係字 然後默然又問了 那你是不是第一個死的 然後那些腳印仔呢 又消失之後再出現 排成了另外一個字 默然用木棍連起來一看 是一個不字 見到這樣 我就衝口而出問 那這些棺材 是不是都預視著死亡啊 裝在棺材裡面的人 是不是都要死啊 當我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些腳印仔突然之間又多了很多 地下飄出來 他們居然連成了幾個字 我看一看默然 默然就用木棍呢 順著你的腳印仔的位置 畫出了線條 我一看 這些腳印居然排出了七個字 活著的人都要死 咦 我整個人被這些字呢 嚇到定了在那裡 動都不動 默然立刻用腳 把地下的字撥走 而那些很小的腳印仔呢 也都一聲不見了 當我回過神禮 想再問一下其他問題的時候 我才發現腳印不見了 而且 好像再沒有出現的跡象 默然的臉色 就變得很凝重 他跟我說 我們一定要快點 找到冰晶雪蓮才行 我知道這七個字 其實不單止對我 對默然來說 都帶來了一種深深的恐懼 我繼續問默然 是這樣 我們還繼續不繼續走下去 一定要走 唯有繼續向前走 我們才可以走出這個迷宮 那些腳印 之所以會帶我們來這裡 那就是因為這裡 可能就是唯一的出口 我就有點擔心 我說 如果不是出口的話 那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 不可以走出迷宮 那我們就會走入地 然後 默然定了定 看一看我 繼續跟我說 那你 夠不夠膽走 我發了一嘔吐 然後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有什麼不敢走 默然你既然敢走 我孽樂 一定奉陪 默然笑一笑就說 我果然沒有看錯你 然後 他就帶著我 一路繼續向前走 走 我們繼續走下去 走了很久 都好像走不到盡頭一樣 過了大概半個小時 我就開始覺得 我肩膀很重 我肩膀很重 好像有什麼壓住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越走就覺得越累 所以越走也越慢 默然明顯感覺到 我有些不對勁 我就很關心地問我 你怎麼樣 沒有什麼 不過覺得 好像 有人壓住我肩膀一樣 默然一聽到我這樣說 臉色都變了 他馬上叫我坐下 然後呢 又要我脫衣 我馬上立高自己的衣服 就在我脫衣的時候 默然突然間 對著我的肩膀 喝了聲 滾 默然這句說話嚇了我一跳 我還以為他叫我滾 心想 你幹嘛塞機無神發我脾氣啊 但看真點 才發現默然不是跟我說 我問他 是跟誰說 默然就說 剛才有些東西騎著你的肩膀 所以我就叫他滾 有些東西騎著我的肩膀 然後 我馬上轉頭一看 哎呀 我肩膀上邊 不知幾時 出現了兩隻黑色的大腳印 踩到我肩膀都瘀了 默然又吩咐我穿上衣服 然後又很開心地說 看來我們沒有走錯路 這個洞 真是迷宮的入口 所以 這個東西才會騎著你 打算讓我們帶他出去 默然 不 不 這個迷宮真是這麼厲害的嗎 連 鬼都出不去 嗯 有些地方 真是匪夷所思的 不要說這些小鬼 就連一些千年的鬼味 都沒法指出到去 除非 它是一種逆天的存在 那這個地方 算不算是你說的那些地方 這個地方還沒算 不過 對付這些鬼仔 都卓卓有餘的了 如果是我說的那些地方 就連我 都不敢進去 好了 別說那麼多了 繼續走 我和默然繼續向前走 走多兩步 我突然間聽到 後面傳來了 啪啪啪啪 那樣的腳步聲 嚇到我打了個冷針 我以為情長鬼他們追上來了 但轉頭看過 就沒有發現任何人 於是我問默然 我說 默然 你有沒有聽到腳步聲 默然停下來 認真地聽了一下 然後另一轉頭就說 沒有 我沒有聽到任何腳步聲 不是吧 我剛才真的聽到 有很多腳步聲 那你認真地聽一下 在哪個方向傳過來 我亦都和默然停下來 豎起耳仔仔細聽 聽了一會 我覺得 腳步聲越來越多 好像有人在前面 不停地走來走去一樣 我和默然說了我感覺到的一切 默然指著右邊問我說 那是不是由右邊傳過來的 我按了按頭 默然叫我走開幾步 然後 然後 喝了聲 出 一把長劍 在默然的三袖裡飛了出來 默然一手插著長劍 然後向右邊的石壁 一劍就刺了過去 然後 嘩 嘩 嘩 右邊的石壁 被默然幾下 整了一個拳頭這麼大的洞出來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墨然是這麼厲害的 你說用鑿鑿的洞 用鑿鑿的洞 我都想像得到 用一把這樣的 又窄又利的劍 刺了一個這麼大的洞出來 真的見都沒見過 我想 換著其他人 多數把劍斷了都刺不出來 不過這個時候 墨然收起把劍就說 這裡的石太脆了 你拿一塊石頭 扔進去看看 我按照墨然的意思 在地上隨便撿了一塊石頭 對著那個洞 扔進去 很快 我聽到裡面 叮叮的聲音 石頭跌了下水 我轉過來問墨然 裡面 是水池 還是水塘 還是河 誰知墨然陷入了沉屍 他想了一會就說 沒可能的 這裡是迷宮 怎麼會有水的呢 這裡下面 一定有東西的 說完之後 墨然作勢要伸手進去的洞 我一下子攔著他 我說 你又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眸然伸手進去 很危險的 好啊 讓我來吧 你 行不行啊 你相信我吧 我一說完 立刻走到洞旁邊 手一伸 就伸了進去 到底我在這個洞裡面 摸到什麼東西出來呢 對我們走出這個迷宮 有沒有幫助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299集 畫中世界 上次說到 我搶在墨然前面 把手伸進去洞裡 一摸 一摸 我就摸得過 凍冰冰的東西 感覺真的好像水一樣 墨然問我 怎樣 摸到什麼 嗯 我覺得 很奇怪啊 不知道是什麼 那你拿出來看看 我摸一下 我摸一摸頭 接著 把那個東西拿起 想拿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洞還不夠大 還跟墨然一起 把那個洞 塑多幾塊石頭下來 弄得大一點 然後再把我拿到那個東西 拔了出來 拔出來看真點 原來是一個古代的花瓶 只見這個花瓶上面 畫了一幅畫 畫 畫裡頭 有一個很古老的城池 我還看到 城池上畫著很多人 有些人 就擔著單挑 有些人 在街邊叫賣 有人就坐在牛背上放牛 有人就坐在矯裡面 指手畫腳 非常囂張 當中 還有一條橋 橋下面畫出一條河 我跟墨然說 照樣看 是一個普通的花瓶而已 怎知道墨兒 是另一另一頭就說 沒那麼簡單 這個花瓶 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花瓶 你想想 剛才這個花瓶放在下面 我們把石頭 扔過孔的時候 並沒有砰爛這個花瓶 反而聽到砰一聲 好像掉了入水一樣 那也不可以說明什麼的 說我們扔的那塊石頭 根本扔不上這個花瓶 你不相信 那你再伸手下去 看看摸不摸到那個石頭 好啊 我回應了一聲 立即走到那個洞邊 又伸手下去 猛地摸 但摸了很久 都摸不到我之前 丟下去的那塊石頭 我心裡覺得很疑惑 黑奇了 那這個石頭去了哪裏 我心裡覺得很疑惑 而墨然 就拿起花瓶 左望右望 望了一陣 我發現他 雙眼睿大 目不轉睜 看得入了神霧 我就走過去問他做什麼 墨然指著花瓶上面的畫 就跟我說 你認真點看這條河 看真點 我認了一句好 就拿了花瓶過來 跟墨然一樣很認真地開始看 看來看去 都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一個普通花瓶而已 墨然怎麼會這麼重視呢 我擔高頭 用不解的眼神看著墨然 墨然嘆了一口氣 用手指著一個方向 叫我認真點看 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看過去 墨然指的 是畫中那條河 其中一個地方 畫中的河 清澈見底 河底還畫了一些魚仔在上面 似乎在游來游去很開心的樣子 但除此之外就沒什麼了 我又是看著墨然 墨然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看看河底的石頭 河底的石頭 有什麼特別 河底的石頭 是不是剛才你扔上去的那塊 我心想 不是玩東西吧 喂 我扔的那塊石頭 是真實存在的 一扔下去 難道會走進畫裏面嗎 根本沒可能的 是嗎 但當我認真點看過 我就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上根本沒什麼不可能的事 因為 畫裏面 河底的那塊石頭的形狀 真是跟我剛剛扔下去的那塊石頭的形狀 是似到十足十的 不是吧 這樣也可以 我立刻問墨然為什麼會這樣 這件墨然的樣子 非常之開心 那些笑意蓋也蓋不住 他說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我們走極都走不出去 因為 這個根本不是真正的出口 真正的出口 是在這個花瓶裏面 蛤 花瓶裏面 有出口 這個花瓶 你看看他 也有這麼多年代 我估計 是有高人做了手腳 把一個空間藏進去 就跟遼齋裏面的那個壁畫的故事 是一樣的道理 墨然這樣說 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雖然知道遼齋那個壁畫的故事 我也看過 但是 始終都是故事 在現實世界當中 又怎麼會存在呢 我始終都沒有法之相信這個事實 墨然叫我推開幾步 按照他所說的 走開了 然後墨然 在地上又撿了一塊石頭 慢慢地 在花瓶上面 碰碰碰碰 碰碰 但是那塊石頭 並沒有扔進花瓶裏面 我剛剛想跟墨然說 是不是呢 只不過是巧合 而已 但是我還沒說 墨然就已經走到我身邊 捉住我的手就說 我想 是你手上邊的血的問題 沒錯 我手上邊的確是有血 因為我肩膀被匕首插傷了 雖然包摘好了 但是 始終肩膀那裏 還是流了血出來的 我手上邊都有 墨然 就叫我用手 捉緊那塊石頭 我照他所說早 我手上的血 自然又貼了到那塊石頭上 然後墨然就叫我 將石頭 丟向花瓶 我照他吩咐做了 這次果然就不同 那塊石頭被我一吊 看著要碰到花瓶的那一剎那 熟一聲 石頭果然就不見了 墨然就說 是不是 跟我說的一模一樣呢 金文我徹底相信 這個花瓶裡頭 的確是存在了一個空間 墨然就繼續說 剛才你聽到的脚步聲 應該 就由花瓶裡頭的空間發出來的 我想情長鬼之所以會帶你上山 目的都是為了這個花瓶 只要找到他 就可以找到冰晶雪蓮的線索 我就很擔心 默然 但是 照你所說 我們想出去 難道就要入到花瓶裡面 那萬一出不回來怎麼辦 我們一輩子 就變成這個花瓶上面的一幅畫 不是吧 還有 如果真的好像寮齋裡面的故事那樣 有什麼蛇妖呀 胡妖之類的話 那就很麻煩 哪有你想得那麼誇張呀 他走到我身邊 拖起我的手 然後 帶著我 我們兩個人慢慢 把手伸向花瓶 但是伸到一半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跟墨然說了 墨然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花瓶 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呢 萬一我們進去 這個花瓶 被什麼東西打爛了的話 那就慘了 出不回來 不可能的 我們進去之後 這個花瓶 就會回到原來的位置 其實 只有你才能找到這個花瓶 一直說 我跟墨然的雙手 就一直 碰到這個花瓶 突然之間 一股巨大的吸力 在花瓶上面傳了過來 直接就把我 和墨然一起 拉向花瓶那裏 我感覺到眼前一刻 然後 頭呢 就迷迷蒙蒙 溫溫 噔噔噔 我只是覺得 那股吸力 很大 但是 我整個身體幾乎要扭曲一樣 我想把雙眼看看四處 但是怎麼都開眼 我就唯有瞬其自然 閉上雙眼 放鬆身體 過了一會 我終於 可以大眼 一 paragraph 我就發現我身處的地方 真的完全不同了 我看到前面有一座橋 樣子和我剛才看到 花瓶上面畫著那幅畫的河上面的橋 是一模一樣的 我明白了 我和麥然現在 已經進入了花瓶的那個空間 在花瓶的那幅畫那裏 麥然這個時候就跟我說 我們已經進入了花瓶裡面畫的世界了 你要記住一點 無論見到誰 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不能說我們在外面的世界進來 也不能將這個世界 不認為是我們真正的世界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真的出不去 我暗了暗頭 並且麥然放心 而自己也暗暗地告解自己 無論畫裡面的這個世界 有多舒服 安全也好 都絕對不能夠忘記 我還要走出去 我不能夠留在這個世界 留得太久 我和麥然 就手牽手 走上了前面的那道橋 微風輕輕吹過 我立刻覺得 周身都很舒服 好像忙卻了所有的煩惱一樣 這個世界 和外面的世界相比 那種氣氛的確很吸引人 絕對是令人有一種流連忘返的感覺 但是我和麥然 在橋上站了一陣 麥然拖著我叫我快點走 因為我們始終不能夠在這裡逗留太久 我們的目的 是要找到出口 還要打探到關於冰晶雪蓮的信息 那究竟這個畫裡面的世界 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 我們又可不可以在這裡 找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呢 我們下集再講 歡迎收聽《蝶丹秘藏》 本作品由廣東唱讀出品 作者 甜丘追夢 演播者 黎超賢 第三百集 肥老王子 上次講到 我和麥然 進入了那個花瓶裡面的空間 來到花瓶畫的那幅畫的世界 我們要在這裡 找到離開的方法 這個世界裡面真的很大 我感覺 幾乎跟我們外面的世界一樣那麼大 在裡面瞎瞎瞎瞎瞎 不是辦法 我們走了一陣子之後 麥然就說 我們不能夠 找得那麼盲目 冰晶雪蓮 在冰山下面 但我看這裡 不像有冰山的存在 麥然說得並不是沒有道理 進來這個世界之後 我覺得這裡 春暖花開草長鵬飛 一副春天的氣息 又怎會有冰山呢 就在這個時候 我發現 來前面沒有多遠的那座城池 有很多人 吐吐吐地圍著一塊木板 我和麥然好奇地走過去看看 當我看清楚 那塊木板上面 畫著什麼的時候 就嚇中我一跳 木板告示上面畫著一幅畫 畫裡頭有個人 他騎著馬 身後跟著很多士兵 旁邊有很多百姓 就對他鼎禮莫拜 而畫上面的這個人 居然是肥佬 而旁邊 還寫著一些字 但是這些字 我是不認識的 完全沒見過 麥然叫我問一問人 看看上面寫著什麼 怎知道周圍的人 聽到我問他們 個個就好像看怪獸 看著我 有個叔叔還說 你們 不認識的嗎 三歲小孩都認識的 你們兩夫婦 這麼大個人 不認識的 嘩 直到我又不知怎麼回答 不過都是默然醒目 他走過來 順著那叔叔的話頭 就說下去就說了 是這樣的大哥 我們是鄉下人來的 自小爹娘 就已經離我們而去了 我們沒有錢讀書 所以不識字 那叔叔就嘮嘮嘮嘮嘮嘮嘮 好同情地說了 原來是這樣的吧 難怪啦 鄉下人就不奇怪了 不像我們啊 我們古刀人 個個都懂字的 然後呢 他說這一架頭說了一大堆 我不想再聽他說下去 指着告示上邊的文字 問問個叔叔到底寫什麼 那叔叔呢 就指着肥佬的話像就說了 哦 上面就說 前幾天大王子終於找到了,現在超告天下這樣說啊 我聽完之後幾乎啟一聲笑了出來 不是吧,這個明明是肥佬,怎麼會是大王子啊? 人有相似而已,是吧? 我正想跟那個叔叔說,說我認識這個人 誰知墨然手急眼快,一下就拔著我,出力把我扯走 他把我扯到一邊之後,就跟我說了 你不要到處說我們的事,萬一我生知怎麼辦? 我就跟墨然說了,豈有此理,這個死人肥佬 怪不得我見不到他,原來他走來這裡享福,做了大王子 早就這樣,我也免得擔心他 但是墨然就看著我說了,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肥佬是怎麼找到這個花瓶的? 又怎麼進來這個世界的? 噢,那倒是呀 這個花瓶,是我和墨然這麼偶然的機會才找到 難道肥佬,和我們一樣,都進來死人山的這個迷宮 又巧巧,在那個洞裡拿起了這個花瓶? 不會吧? 那麥然就說了,之前那幾座棺場裡面,有肥佬的 也就是說,他要死,可能就會死在這裡 聽到墨然這麼說,我似乎就忘記了自己剛才說 不再擔心肥佬了這句話 我跟墨然說了,這樣的話,要快點救他才行 對呀,雖然這傢伙呢,人也衰格些,灰也灰瑣了些 但是,他始終也救過我很多次呀 我們沒理由,見死不救吧? 如果救到的,當然是救了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現在我們都不知道他在哪兒 所以再看好一點 不過,剛剛那個男人說,這裡是古刀 好,我想肥佬一定會回來這裡的 而且他還說,肥佬是幾天前被發現的 那就是說,這裡的時間和外面的時間是不同的 我就說了下頭,墨然說得沒錯呀 我也都算過了 如果在這裡留五六天的話 可能在外面只是過了幾個小時 所以我和墨然,就在這座城裡走走走走走周圍打聽 熟悉一下周邊的環境 同時也打聽一下他們的那位大王子 也就是肥佬的消息 在這裡留的時間越來 我就越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很真實 甚至乎越來越令我覺得 這裡就是我的世界一樣 不過,我始終都記住墨然和我說過的說話 千萬不要把這個世界當成了自己的世界 如果不是,就出不回去了 只不過,無論我們向什麼人打聽也好 都已經找不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了 墨然就說了 我們不可以再拖了 如果還是找不到肥佬的話 那他很有可能就要死在這裡 我們唯有去黃城那邊找他 我絕對不想見到肥佬死的 既然默然都這麼說了 我就和他找了一部馬車 一路就駛到黃城那邊去找肥佬了 幫我們趕馬車的 是一個伯伯來的 看過去大概六七十歲左右 慈眉善目 看起來很好人 我一路上跟他有談有講 由他的口中得知 原來,現在這個畫中世界的朝代 可能大概是相當於唐朝之旅的時期 馬車帶著我們一路走 終於來到所謂的黃城 那個阿伯就說 馬車就不可以入黃城的 所以唯有帶我們去到城門口 我和默然下了馬車 入黃城 這個黃城也挺大的 十足十指禁城一樣 關鍵就是 我們一進去 就有很多人圍實我們看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和默然穿著的 是現代人的衣服 和古代人的衣服 是格格不入的 不過這樣也沒辦法 我們也沒有法子 找到這裡的衣服 幫自己換起 我就懶惰其他人 看著我們那種奇怪的目光 一路走到守城門的那些兵仔旁邊 壓低聲音就說 麻煩你們稟告一下你們的大王子 就說 他的昔日固有來找他 那個兵仔看著我 臉色非常難看 他說 哼 你早點來的話 我可能會放你進去 不過你來遲了 前面有幾十個人都這樣說 說是大王子的固交 現在他們一個一個都變成刀下亡魂了 我倒吸一口涼氣 嘩有沒有搞錯 這個朝代文風這麼飆悍的嗎 三句不是兩句要別人變成刀下亡魂的嗎 而且呢 人心真是不古 又會有這麼多人 冒認肥佬的固友 有沒有搞錯 這個肥佬 橫體怎麼看都不像人緣那麼好的 不過我真的不怕 我是貨真價實肥佬的好朋友 我清一清喉嚨就說 這位兵爺 我不是假毛的 你跟大王子殿下說 葉樂求見 他一定會來見我的 說不是大王子一開心 對你更重重有想 那個兵仔 已經不再理我了 轉頭 鼻哥就快要向天 激到我幾乎想用現代人的說話去問候他的祖宗 不過墨然呢 就叫我不要這麼奴躁 他就走到另外一個兵仔身邊 小小聲地暗沉了幾句 黑墨然這幾句說話用得 他一說完 那個兵仔馬上跟他說 叫他在那裡等下 然後轉頭就走了 我真的不知道墨然用什麼手段 令到這個兵仔這麼聽話 於是我們就在原地等了十幾分鐘 我見到肥佬呢 拎拎拎拎拎拎 在城內走出來 身邊又跟著一大堆太監和弓女 說你都不信 肥佬一走出來 守門口的兵仔 各個啪一聲就軌在地上 雙手舉個頭 大聲說 大王子殿下 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心想 不是吧 這裡是什麼兵仔 萬歲萬歲不是講皇帝嗎 什麼時候皇子都可以萬歲萬歲的 不過我都不理得這麼多 這個空間 始終不是我生活的世界 而那個肥佬呢 好像已經習慣了這種場面 對其他人的這些三夫萬歲 竟然處之太嚴 他看著我和麥妍 嘻嘻嘻笑了幾聲 然後拔到我身邊 跟我說 喂 你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呢 他氣得我 我問回他 喂 應該是我問你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呢 嘿 我問這麼多一會 你跟我來吧 究竟肥佬想帶我去哪裡 他又是怎樣進來這個花瓶裡頭的世界呢 我們下集再說 3位 再見 大師傭 小姐 找我 找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